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母亲节 然后是一个我们上午在下雨 现在下午才出节目 稍微有点蓝天出来了 但是还是阴天 太阳没有 我们看一个 不说其他话 看一个奥斯丁的品种 而且是一个奥斯丁比较新的品种 它的花特别可爱 蕾丝花边 然后很包 很有韵味的一个花 我一说韵味 可能很多人想到了龙沙宝石 那个包的状态 我觉得比龙沙宝石还要可爱 当然它不是一个大藤本 没有这么壮阔 好 我们去看一下 好 来到这边 这两棵叫福洛斯和尚的墨坊 那么这个花呢 是我去年种下的裸根苗 那么它的一个状态 现在看倒幅是吧 为什么倒幅 其实倒不是因为它的枝条不够硬 其实它的枝条还是可以的 是因为我种的离那个 还是因为地方小了 种的离红双喜稍微近了一点 那么导致它这样往外去倾斜 倾斜了以后 看它一个枝条 一个枝条 我这一串就是一二三四五 是吧 五个大包子 还有一个花包 哦 七十花包 一二三四 还有四个小花包在呢 是吧 那只要有五朵花 这么大包子开起来 再加上下雨 它肯定是倾斜的 所以也就证明它的枝条还是硬的 那么倾斜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 通过修剪呗 是吧 那我到时候 红双喜还要修剪 做调整 是吧 给它腾点空间 至于它们倾斜了 反正如果觉得想看花 可以弄个支撑 弄个竹杆子树枝 撑一下就行 那么如果觉得无所谓呢 也无所谓 开完这波花以后 修剪就行了 那么看它的花的包子 真的 它是那种粉边边 就相当于龙砂没有的 它有 龙砂有的 它也有 龙砂有的是什么 龙砂有的是那个 就是边上的颜色会深 是吧 然后像蕴开的水墨画一样 它有 但是龙砂没有的是那种 像这种齿状的 雷尸状的 对吧 然后它的包 它的包裹性 花瓣的包裹性 更好 但是 我为什么去年种下它 今年才说 我就是要等待 验证它的夏天 包括秋老虎的表现 对吧 那最终我验证出来 春花是这样 所以大家买花一定要记住 看商家的宣传画去买 很容易就是 很容易买错 你如果像它夏天的话 也这样 是不会的 它夏天的话 明显明显的夜半会减少 而且就是瘫大饼 当然 它在夏天的时候 复花性也很棒 但是瘫大饼你说 它就很丑吗 这款花 瘫大饼不丑 还是可看 当然就不可能像这个样子 那么这款花的高度 像这个高度 我觉得差不多 其实它的高度和红双席 差不多 而且红双席 我是留高的 故意留高的 种了这么多年 那么它的高度 就是一个中等身材 那么 我不知道以后和这个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到时候 形成一个大饼 以后空间上 肯定是要调整的 我肯定是要通过修剪 去让它互相之间 会变得更协调 这个都是以后再说 但是反正先说它的复花性 复花性很好 很棒 夏天摊大饼 但是颜色会 还是那种韵味 还是会有 略微会偏白一点 但是偏白了以后 也漂亮 反正也漂亮 我觉得很漂亮 它也会根据温度的不同 像但凡这种 就是因为夏天花型 各方面会有变化的话 其实它对温度的敏感性很强 所以大家不要说 我看宣传花买了 结果买回来 肯定是发错了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的 实际上是因为温度的不同 看这一朵就偏白一点 是吧 它不同时期开的花 以及开花开到不同程度 是吧 它的颜色各方面是有区别的 然后上一期我说那个紫色的 紫色胶的时候就说到过一点 但凡所有这种多叶半的品种 下雨的地方要防什么 灰没病 是吧 它反正我这里南家还好 没怎么发现 但是这种品种在西雅图这些地方中 还是要当心的 那个反正该用药用药 雨后用药就行了 特别是花苞期 特别是春天 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雨后还是要用一下药的 既然用了就整个花园都用 我觉得 专项的防真菌的药 实在是无法抗拒它的美丽 然后我再说一下白粉病的问题 我终在这里倒没有发现过 没有发现过白粉病 为什么 因为我为什么要说白粉病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它的叶片是那种 就看起来不健康的那种 它的叶片有点 就颜色不够油亮 然后有点偏浅 但是实际上 我摘了手套去摸它的叶片的时候 它挺厚的 挺厚实的 所以它也不太得白粉病 那么大家看到我镜头里面的白点 是没办法 南家的水垢 南家我们用的应该可能是地下水比较多 水垢比较重 所以我家里那个河水 我都要通过两层过滤 也不是说污染 其实它就是一个碳酸钙 累了 我站起来 然后这款花 反正它的香味怎么样呢 很香 它的香味我觉得 比奥地维亚的那种香型更舒服 它除了那种传统玫瑰的那种甜甜的香以外 好像还有一种那种香水 迪奥的那种香水的感觉 有一点餐砸进去 有档次 花色也行 然后就是它的花期 大家可能很关心它的花期 它的花期是这样 它整一个孕育的时间很久 你看到我没有 我这一波是第一波的春花 它的孕育期太久了 因为它太薄 花瓣太多 那么它的花期 出来以后像这一朵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它掰下来 给它看 是吧 起交边了 是吧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我南家都还好 有一两朵这样 无所谓 但是它在 如果在北加或者西雅图这些地方 你们下雨下下 它打不开 或者说直接就 花苞就烂了 没到这个程度就烂了 有可能会到什么程度 就这个程度 就论色的程度就烂 都有可能了 大家一定要重视 你看它这个程度论色了 再到这个程度 起包子 是吧 再到这个程度 都还没打开的 所以这个倒不是说 它品种不好 这个是所有爱包子的人 都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是吧 是它的花形和 是它的物理结构的问题 是吧 是它的花形花瓣 物理结构的问题 但不是说它的绝对缺点 那么它肯定比 我之前老吐槽的 是吧 城市天使 耐塞了 它比城市天使要耐塞很多了 那么花期呢 那肯定比城市天使稍微久一点 和奥利维亚 我觉得差不多 然后它在缺水的情况下 瞬间就浇边了 这种花嫩嫩的花 是吧 都正常啊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哪一点 就是你在不缺水的情况下 你给足了水 按照我的方法去浇水了 能不能不浇边 是吧 大家看到了 开出来还基本上还可以吧 是吧 今天是没有太阳 昨天30多摄氏度呢 是吧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是满意的 包括夏天它的状态 我看到过 虽然摊大饼 虽然花也变小 假天除了摊大饼 花还变小 夜半变少 但是夏天那样的状态也漂亮 而且就没有了春天第一波花的弊端 是吧 没有了那种 就花孕育时间太久 包括那个龙翼灰霉病 是吧 长灰毛的那种弊端 夏天就没有了 所以这款花我觉得 而且在北方一点 比如说西雅图 加拿大这些地方种啊 你们夏天不乐啊 你们夏天不过30摄氏度啊 所以在你们那边 可能它的花形 它不会变 它可能第二波第三波啊 还是和春天一样 所以真的不要羡慕老河在南加 其实我还羡慕很多人在 世纪分明的地方 然后我羡慕你们夏天也和春天一样 是吧 就很多的花形都会因为夏天变丑 是吧 虽然它丑 丑不了太多 我觉得还过得去 是吧 就像以前我介绍的 在我的那个播放列表里面 那个 有一款 就是 那个回想酒夫人 这款花真的因为温度的变化 它变化太明显了 是吧 就是夏天丑到无法 无法观赏 没有观赏度了 到丑到那个程度 因为它 它瘫的情况下 还瘫的有点像 我说骂布 有些人说别老说骂布好不好 所以订阅 点赞 如果可以挂上小铃铛 那更好 是吧 后面奥斯丁的品种 我会陆续陆续说的 我觉得极少有我这样 就是把一个品种 原原本本的 是吧 它的优点缺点 全部曝光出来 暴露出来 是吧 我们不要说因为我种了这个品种 我就不开心 说到它的缺点 我就不开心 不要这样 成熟 我们要去证实每一个品种的优缺点 这样子才能怎么样 才能让商家 让玫瑰的育苗者 是吧 更努力的去育更好的苗 是吧 要风花 富花 又香 又持久 是吧 夏天还不要老变形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实话说出来 这样子呢 也让各个地区的人在挑选的时候 是吧 就说我说这个话可能会挺适合 只要灰霉病控制的好 是吧 你们西雅图去种 我觉得包括加拿大冷的地方 夏天不过30摄氏度 是吧 你种去好了 我觉得夏天 有没有昨夜到时候交给我 是吧 发我的邮箱 我看看夏天它的表现 对比一下 我洛杉矶和你们加拿大的对比一下 是吧 图片发给我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